好,待會我覺得資訊可能會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會講得比較快一點 誒,他可以變PVT嗎?還是要當滾的? 我就要當滾 好,那就當滾好了 好,那...計時開始 好,那我是豆腐,然後我是學生 然後今天我要提案的是PASSMATE自動語力製造機 然後就是我們要做什麼的 簡單來說我們要做一個線上語力的合成器 那就是他差不多會長得像這樣子 對,這個是HouseBud他在網路上面所發布的一個PERSONA製造機 簡單來說就是你只要填幾個錶單 然後系統就會自動收集那些回答 然後自動整理層就長得像這樣子的一個錶單 看起來很像一個綠帝,然後他可以進到處 對,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做差不多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有人就會想說這個東西跟KickRasmid比較像嗎? 對啊,很像啊,但他的這面是那邊長得很好看 但是就是我們的需求不太一樣 對,這些像是從這個東西你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他們的目標其實是想要幫助更多人找到他們屬於自己的工作 然後我們的,我們製作這個產品目標呢 則是要降低大眾進行社會貢獻的門檻 好,那我為什麼要做呢? 簡單來說我昨天有稍微在我的IG上面做了一下草根影調 然後收集的那些樣本基本上都是以學生為主 然後有78%的學生曾經有想過在在學期間內參加NGO為創業 營對志工等等的專案之類的動動 然後46%的學生有氏族幫你過以創建活動 但在最後只有29個人的貿易 簡單來說就是很多學生他們就是想要在在學期間內參加很多種營對NGO跟團體專案 但是最後卻半途而備 然後就是我其實有在稍微研究這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會得出這樣子的結果 然後忽然發現就是他們很多活動的主辦單位 都是以Google表單來去做報名的動作的 對,然後就是這些是學生們的反應 他們就反應說就是每次在報名盤對的時候都要寫超長 大概是2000字的字轉 然後他們會寫Google表單太長 然後就是打字打的心很累 然後可能這些打字大概打到一半 電腦就突然掛掉這樣子 對,然後好像一分鐘 然後我就趕快要顧一下 等一下這個管理有點崩潰 好,簡單來說就是 我有稍微就是 像那些學生組織 其實台灣有一些讀業學生組織 然後他們也有在辦一些活動 然後我就向他們做文卷 然後他們有90%人表示Google 文卷並沒有人寫 就是他們找到他們想要的人 然後簡單來說我們這次目標 就是要拉高人們找到屬於自己的可能比率 然後方法 方法是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點那個 好 簡單來說我們做那個產品發財 一開始就是先 首先要點擊製造履歷 然後填寫一個代表基本製造的問卷 然後把那些問卷 問卷把它整理成一個marked out 然後就是生成一個履歷 然後之後放名以後 只要張張良紙 只有張張良紙 然後填一些基本的問題即刻 然後這是我的 對 這是我昨天就亂call的marked out 簡單來說呢 我們要什麼樣的人 就是 我們要一個UiUX律師 然後會加碼這些人類 然後一些會算法的後段 然後人資專家 以及 因為我就選這裡 所以希望也有選人可以一起弄三日 對 然後 這個專門版權 最後謝謝大家 谢谢道具 这边应该有很多人可以问